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 莲花清温胶囊的植物成分 以便于大家在野外识别或者是家庭种植 以营造一个具有植物多样性的健康养生环境 2020年4月 国家药监局下发药品补充审批批评 以领药业生产的莲花清温胶囊 被批准可用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清醒普通症 引起的发热咳嗽和乏力 疗程为7到10天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 莲花清温胶囊仅仅可以用于 清正和普通形 现在我们看一看它的组成不成分 这里面的莲鞘 金银花 鸠麻黄 潮苦杏仁和石膏等 我们在金花清感的成分介绍当中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包括薄荷 甘草 在金花清感颗粒里面也都有包含 那么莲花清温胶囊里面所包含的与金花清感不同的成分 包括板蓝根 两种 那么这两种的药理呢 基本上是相同的 也就是 化湿 醒皮 辟会 合中 结束 发表 一般呢 用于呕吐 蟹蟹 鼠湿 发热恶寒 恶寒发热 等等 那么 在莲花清温胶囊里面 它的成分使用的是广货香 为了在植物形态上区别货香与广货香 我们可以看一看苗董百科里面的一个简单的视频 我们在本节目当中呢就不再播放这个视频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播放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向大家推荐一个中国植物图像库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高清晰度的植物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霍香和广霍香的植物形态 这是霍香 这是广霍香 下一个是霍香 那么从颜色的叶片的颜色上来说 它们首先就有明显的不同 霍香呢比较清脆 而广霍香呢比较发黄发暗 第二呢 广霍香的叶子呢 稍微大了一点 霍香的叶子呢 则比较尖 至于它们的开花的形状 则相同 或者说是类似 一般来说 很多朋友的家里面 可能都有种植霍香 也就是土霍香 因为霍香一般来说 还可以作为食物来使用 很多人呢 都喜欢吃一种叫做霍香炒鸡蛋的菜 其中用的就是土霍香 广霍香的叶子呢 则相对比较硬比较厚 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一种特殊的香气 下一个要介绍的成分 被称之为鱼芯草 那么鱼芯草的学名呢 实际上叫做极菜 我们同样的 在中国植物图像库里面 可以找到极菜的图库 那么它的叶子呢 是心形的 花是一般来说四瓣 白色花瓣 外加柱状的花蕊 鱼芯草的用药部分呢 实际上是它白色的净干 但是 最近呢 网上有一个传说 说是鱼芯草里面含有致癌物质 码兜磷酸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 网上可以找到 关于这个说法的详细解释 首先 码兜磷酸为致癌物 确实没有错误 如果食用了码兜磷酸的 含有码兜磷酸的食物 其代谢物 叫做码兜磷内鲜胺 它会损伤肾脏 但是 鱼芯草里面 不含码兜磷酸 它含有的 被称之为 码兜磷内鲜胺 其中的三个 子象 也就是三种不同的 变种 一种叫做 码兜磷内鲜胺 BII 一种叫AII 一种叫FII 那么 这三种 都和 马兜磷 内鲜胺 是不同的 鱼芯草里面 不含有 码兜磷酸 它含有的是 马兜磷内鲜胺 BII AII 和FI 那么这三种 和马兜磷内鲜胺 I 是不同的 因此 它们在人体内的机制 不能完全按照 马兜磷内鲜胺 I来类推 因此 说 吃鱼芯草 会致癌 这个说法 在目前来看 应该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 鱼芯草作为食物 在江浙一带 已经广泛使用 非常长的时间了 可以说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另外 它含有的 马兜磷内鲜胺的成分 也非常低 大约是只有一公斤 含有不到一克 大约是0.16克 那么这种 这么低的含量 也很难产生急剧和副作用 但是 需要说明的是 鱼芯草注射液 由于过敏反应严重 致人死亡 现在已经被禁用 而口腹液和颗粒呢 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网上还说 鱼芯草含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将鱼芯草作为菜 来食用的时候 都是经过加热的 那么加热以后呢 也就分解了 鱼芯草是它的用药部分 也就是它的净干 我们可以看一看 是可以用来做菜的 做出来的菜呢 就是这样的形态 那么鱼芯草呢 有一种非常容易的辨识方法 就是不管是它的叶子 还是它的净干 你把它碾碎之后 都有强烈的鱼芯气味 当然了 如果是草蔬使用的时候 鱼芯草的净干呢 是有一种甜味的 下一个成分 被称之为棉马贯重 棉马贯重呢 为林毛绝壳植物 粗净林毛绝的干燥净根 和叶柄残鸡 这是这个名字呢 比较奇怪 我们在中国植物图像库里面 可以找到粗净林毛绝 就是所谓的贯重 也叫棉马贯重 那么它的形态 是非常奇怪的 是卷缩起来的 一种形态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也可以找到它的全株的图像 下一个成分 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叫做板栏根 市面上有销售板栏根冲击的 是使用板栏根和一些糖类 混合而成的一个饮料 那么有些人呢 喜欢有病没病 就喝板栏根 说是可以去火 那么 需要注意的是 是药三分毒 我们在饮用这种饮料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小心的 板栏根的 药效为清热解毒 凉血 沥烟 主要治疗是外感发热 温病初起 咽喉肿痛 等等 因为它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将它 当做一个日常的饮料来饮用 这样实际上是不很合适的 那么板栏根的学名呢 应该叫做松栏 或者是欧洲松栏 那么这种植物呢 比较难以辨识 建议大家 如果希望移栽 识别或者移栽这种作物的话呢 需要对照植物图库 认真的进行观察 下一个成分 被称之为大黄 那么大黄具有的功效 是攻极制 清湿热 泄火 凉血 去淤解毒 我们在中国植物图像库里面 可以找到大黄的图库 在这里 它被称之为掌叶大黄 所谓掌叶大黄 一般是指 它的叶子像手掌一样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像一个人的巴掌 那么整株的掌叶大黄的形态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 通过它的叶子的特有形状 和它开花的形态 我们可以辨识这种作物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红颈天 那么网上说 红颈天具有补气 清肺 抑制 养心 是一位作用广泛的中药 也有很大的美容效果 可做护肤品 也可食用 那么现在呢 市面上 有炒作 红颈天的各种 营养品 保健品的 实际上大部分呢 都是夸大其词 但是 作为一种 有益于人类 健康的 和优化环境的一种作物 我们还是可以 去找到它 并且进行栽培的 那么 这就是红颈天的形态 它的形态 非常独特 也就是 它的叶片 是成林状的 单独的叶片 分开来看 是这个样子 但是 大量的一片 放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 非常独特的景观 这是带有花的 红颈天的 蜘蛛形态 那么我们今天 给大家介绍了 板栏根 棉马贯种 鱼心草 广获香 大黄 红颈天 这六种成分 如果大家 喜欢我的频道 敬请订阅 点赞 也欢迎大家打赏 感谢大家观听 谢谢 再见 点赞 点赞